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原本在常规赛一直首发的赵锐 却在季后赛中被主帅杜峰掉去打了替补 为何安排的这样突然呢? 其实这对赵锐既是保护也是重用 杜峰实在是用心良苦啊 首先,赵锐多次经历伤病 需要更多的时间修养身体和调整状态 让赵锐打替补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其次,球队换来了攻击性更强的外援马上布鲁克斯 本土球员的球圈必然会受到挤压 牺牲最大的就是同位首发的赵锐 而将他调入替补 赵锐就能获得更多球权 这是对他的重用 此外,广东的替补阵容实力相对比较弱 尤其是面对新疆难难时 更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将攻防实力俱佳的赵锐放到替补阵容 不仅可以提升广东的替补阵容实力 还能有效地限制新疆替补阵容的发挥 可谓是一举多得 现在知道杜峰为何早早就让赵锐打替补了吧 或许他早已预测到了 争冠对手会是新疆吧 好了,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